那一天我们已经上完了 练习1练习2练习3 今天我们看第16月 对不起 今天我们看第30月上完了 那个讲养鸡的那个跟乌鸦 那个上次我们上完了是吗 有鸡跟乌鸦的 上完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下一个练习 我们今天看第32月 这一篇故事超级简单 今天我们来学学怎么样回答古文 上一次因为时间比较快 我们讲的很快 所以今天你们听我讲 我们现在的步骤就是这样子 首先我们第一个步骤看到古文 不要随便瞄几眼就直接回答问题了 我们一粒字一粒字在心里面读出来 因为你考试的时候你不可能把它读出来 所以现在如果是你们在考试的时候 记得拿到这个古文 如果你在家也要做古文的练习 首先你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去念一遍先 OK 不会念的字怎么办 跳 OK 不会念的字我们就跳过就好了 OK 比如说我现在读啊 你们的心里面跟着我念 OK 柏鱼有过 其母痴之 如果考试的时候 你看到这样子的字 这个痴 其实这个字是读痴 可是如果你不会读的话 比如说这个字你不会读的话 OK 你就把它读成他也没关系 读错也没关系 因为反正在你们心里面读罢了吗 OK 读错也没有人会去笑你 也没有人会去讲你 所以你就只是一粒字一粒字读 但是我要你们就是确保自己 每一粒字都有去看 都有去读出来尝试读出来 OK 然后接下来我读啊 气 母曰 她日吃乳未尝气 今气何也 对曰 她日得障常痛 今母劳矣 无力 不能痛 是以气 OK 我再重复一次 首先第一个步骤 一粒字一粒字去读 OK 不会读的字乱读 有边读边 比如说这个字你不懂什么 你不懂它其实是读词 你可以读台 没关系 OK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步骤 你读了一遍一粒一粒 读了一遍 然后我们现在一句一句来看 OK 一句一句来看 找出来你会的那个字的意思 不会的我们就跳过 OK 现在我们慢慢来 因为我需要你们不断的一直去看那些文 这整篇文章你不只是看一遍 你直接看很多遍 因为现在第二个步骤你们要重新看回 刚才第一个步骤我们是一粒字一粒字念 现在第二个步骤我一句一句看 OK 比如说这个是第一句 我知道画现的这个字 我们都知道画现的一定是名字 或者是地方名 如果这个画现的话 柏鱼我猜应该是一个人 因为下面有写 OK 你们看下面的这个注释 漢代韩柏鱼梁州人 当时有名的孝子 他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 韩柏鱼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人物 很孝顺的这个孩子 OK 所以柏鱼是一个人 所以现在我知道柏鱼是一个人 有过 有 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那个有 OK 如果过是什么意思呢 过错 也就是说有一次韩柏鱼可能他犯了错 OK 所以看到吗 我们这样子一面尝试去翻译 尝试 其母 OK 这个其 你我他 哪里一个 来 谁会 其母 你我他 他的妈妈 对 很好 这个其就是他的 母亲 就是说韩柏鱼的母亲 吃之 吃下面有解释了 用鞭帐或主板抽打 就是说吃就是打的意思 他的妈妈打 这个之 打他 对 很好 这个之也是他的意思 看到吗 这个就是古文的很难的地方 其又是他 但是这个是有他的 之又是他 OK 所以 一整句我已经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 有一次韩柏鱼犯了错 然后他的妈妈打他 看到吗 相对的就简单了 我现在又读第二遍了 因为刚才第一遍我是一粒子一粒子读到完了 现在我又看一句一句 现在我又读第二遍了 OK 所以现在我又再读下一句的 现在 OK 第一句我已经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句 母曰到这一边 母曰 曰是什么意思 谁会 孔子曰 母曰 所以曰是什么 什么动词来的 嘴巴叫做什么 对很好 母亲说 就是说韩柏鱼的妈妈说 他日 这边又有个他 老师这个他是不是你我他的他 我们看下来 为什么他写他日 他日你看下面这边有写 往日或者是以往 往日以往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前的意思 OK 以前以往的意思 OK 所以他日就是说以往以前 吃 刚才我们讲吃是什么意思同学们 刚才我们讲这个吃是什么意思 打 对打 OK 所以以往以前 打 这个是妈咪讲啊 以前打 乳是什么意思 你我他 这个乳 以前打谁 这个他妈妈跟谁讲话现在 现在他妈妈跟谁讲话同学们 不懂 那种 那种 儿子 对他就是跟韩柏鱼讲话 所以他跟韩柏鱼讲话 以前我打 你我他 以前我打 乳 乳是你我他 对很好 以前我打你 所以乳是你的意思 记录啊 OK 这个乳是你的意思 OK 以前 打你 喂 长 长还记得吗 以前我们讲过的 这个我们学过的长是什么意思 没有 没有过 对 没有过 所以这个长是什么意思 忘记了咯 没有 过 长 长 长是 是不成啊 以前我打你的时候 你不成 哭 对 很好 你不成哭气 这个气是哭气的哭气啊 所以你不成哭气 金气 什么叫金气 今天哭 对 你今天哭 这个今天呢 其实不是很适合用今天啊 我们用这个 如今 就讲现在的意思 现在你哭 何也 什么是何也 为何 为什么 为什么 他是问为什么 来我们重复第一句的到第二句的意思啊 韩柏鱼有一次 有一次做什么 过 做错事 对 他有一次做错了是 其母痴之 她的妈妈 对 她的妈妈打她 然后她哭气 ok 她哭了啊 然后母亲就说 以前 她就以往 以前 打你 这个吃是打气的 吃是打 打你 这个乳是你 以前打你 你不成 哭气 如今 我打你 你就哭气 为什么 ok 她在问她的孩子 以前我打你都不哭的 为什么今天我打你你就哭 或者是为什么现在我打你你就哭呢 ok 所以接下来 对约 对约 对约就是说她回 就想回去她回她妈妈的话 可以跟她对妈妈妈对话 ok 对约就是说啊 他日 这个他日跟刚才的他日是一样 是什么意思 以前 ok 以前啊以前得 得杖 常痛 什么叫以前得 得是什么意思 得到 木杖 这个杖是什么东西来着 就是棍 ok 以前被棍打的时候 得杖呢 就是算是被棍打的时候 ok 或者是以前被打的时候 ok 常常会感觉到 痛 痛 对 她以前被打的时候常常会感觉到痛 今如今啊 如今 母亲 老了 对 老了 这个是读了 ok sorry 不是这个读了 这个是读已啊 老已 第三声 你已已 第三声 他这个已的意思就是一个了 它就是一个住死来的 ok 如今母亲老了 如今妈妈你老了 ok 无力 这个你们厉害啊 无力 什么叫无力 没有力气 对 如今妈咪你已经老了 没有力气 不能痛 什么意思 不能打到 对 以前你打我的时候 我时常会感觉到痛 可是现在你已经老了 没有力了 所以你打我 我已经感觉不到痛了 ok 试以气 什么叫试以气 所以我就哭 对 ok 就因为这样我悲伤哭气 就因为这样我伤心哭了 所以代表这个孩子怎么样 你们觉得韩柏鱼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不懂 嗯 他哭是为了什么 他哭是为了什么 刚刚我们讲的他哭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他被打得很痛吗 不是 他觉得他妈妈老了 对 他感觉到他妈妈老了 已经打不动他了 所以他哭气 他伤心 因为他感觉妈咪 他的妈咪已经老了 ok 就像他妈妈离 可能离死已经不远了 所以他很伤心 对 所以因为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啊 就像我们被妈咪打哭 是因为我们觉得很委屈 我弟弟都有错 为什么只打我 他弟都说 所以我们会有那种不甘愿 可是像这个韩柏鱼呢 ok他除了是因为 妈咪打他的时候 他不觉得痛 对吧 他也有可能是 为了自己错 ok 而自己犯错 而被 而要让妈咪打他 让一个没有力气的母亲去打他 所以他觉得很后悔 他觉得为什么我要这么坏蛋 ok如果没有坏蛋 妈咪就不会要来打我 妈咪没有来打我的话 他就可以节省一点力气 毕竟他老了嘛 ok所以其实韩柏鱼啊 他其实这一方面的土 其实有很多种解读 ok当然 这个是韩柏鱼嘴巴上面 他讲的是因为 我察觉到你老了 已经打到我不痛了 如果是我们 以前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玩皮的时候 妈咪打的时候 我不感觉的时候 我讲一点都不痛的 但是明明其实很痛的 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这就是坏孩子 当然包括我在内 ok我自己小时候 我自己也知道 我是这样的 pattern ok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 妈咪打的时候都不痛了 其实明明就痛到要死 所以我们是这一种 但是韩柏鱼跟我们不同 他是觉得不痛 可是他并没有讲 我做我就不痛 来啦再打啦再打啦 就会有那种感觉 但是韩柏鱼没有 ok他是因为伤心 是因为妈咪已经打他 打他他感觉到不痛了 ok所以看得出来 这个孩子很有孝心 他很怎么说 他很难过 不是因为被打 ok 而是因为妈咪已经打了 有犯错了 什么啊 所以咯他就很后悔自己会犯错 因为如果他没有犯错的话 他就不用害到 一个没有力气的老人家去打他 而他也不会去感触 ok所以他很后悔自己犯的错 因为他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 就很像我们 我们平时就是很喜欢犯错的 要不然妈咪叫我们洗碗 等一下啦 等一下啦 又再等一下啦 等一下啦 我也很常这样做 我昨天才是这样子 妈咪叫我去冲凉 我讲等一下 等一下 我也是那种顽皮的 顽皮的孩子 我们在他们眼中中 永远都是小孩子嘛 就很像你们一样 但是我们应该很庆幸 就是妈咪现在还有很 还有很力气大大声喊你们 还有力气大大声骂你们 打你们 因为这个是以后 他们老了过后 你们是不可以体会到的 所以其实 你们可能会觉得很烦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你们 ok你们现在的 怎么说你们现在的这个生活 你们直接用WhatsApp啊 用你们的Facebook啊 就可以跟朋友联络 以前我没有的咧 以前我们要打家里那种 家里电话的 你出去是不能接到朋友电话的 所以每次就乱按那个号码 打给朋友 没聊天 一聊就两三个小时 结果每一次 电话账单一来的时候 就是被挨骂挨打的时候 所以到最后 我们用一个锁 把那个号码的 那个打案号码的那个键盘锁起来 不懂你们有没有看过 以后有机会我给你们找那种照片 就家里的电话 家里的坐机 他按号码的地方 他用一个东西锁起来 就是我们按不到那个号码 需要开锁才可以去按那个号码 那个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常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其实从来没有体会过 因为电话费很贵 不是我们现在 他是不是有一个孔一样的 对对对 你有看过 他的盖可以开的 有听过 真的 你们有听过看到吗 你们的年龄 跟我年龄真的是差很远 但是这个是真的 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回想回去 蛤 什么 我现在回想回去 真的是以前我们这么做这种事情 我以前还试过偷叔叔的钱 虽然以前我们那个五分钱啊 可以买到一罐的那个五花果 我们女生很喜欢吃那种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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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厌制的 但是现在已经五分钱已经买不到 以前我是五分钱一罐的 所以那时候我偷五分钱 反正没有人注意嘛 五分五分 我那个年代五分钱可以买到一罐的 然后过后就起价起到十三 所以每次我都去偷 因为五分 五分钱跟十三 你们绝对没有 没有看过五分钱可以买到一样东西的 以前一粒糖也是五分钱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坏到 妈咪每天 我还试过贵神台前面 哈哈 对 你看到吗 所以你还可以买到很多糖 对 真的 这个是真的 所以怎么说啊 以前那种是不懂事 现在我妈咪要打我已经没有力了 我没想到这样大了 要怎么打 所以其实小时候那种回忆啊 其实妈咪那时候还很年轻 从来没想过妈咪会变老 爸爸会变老 对不对 但是以后你们会遇到这种情况的 当然我们不可能会像柏鱼这样子 这么孝顺 当然我不否认世界上会有这样子的孩子 OK 只是顺便跟你们讲一下啊 OK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是做不到了 就很像远港在班上很顽皮对不对 可是说不定他在家里面是一个好孩子 谁知道 OK 可能他在学校只是不爽过我们家 我家的华文呢 比如说他不爽过嘞 所以他会淡他顽皮 他不愿意学习啊 只有网上学习他才愿意学习啊 所以个人 但是希望OK 你们对老师怎么不好都好 对家人一定要好 因为他们是永远站在你们旁边的 老师最多不是面对你一年两年 最多给你了到5年 可是过后呢 你们家人是陪你们一辈子的 所以先顺便讲到这个 关于这个孝顺的啊 OK 所以关于柏鱼这件事 这个故事 他是从这个韩石外传里面来的一只故事啊 OK 所以没有问题啊 我们接下来看练习的啦 可以啊 同学们 可以看练习了吗 OK OK 可以啦 OK 第一题 韩柏鱼犯了过错 他的母亲怎样罚他 这个竟然有5分 可是你的答案其实不会很长 他犯了错 然后过他母亲怎样罚他 用啊 棍打啊 很好 如果谁写用棍打他 直接满满5分 OK 因为我们绝对写不出来主板啊 或者是手杖 OK 所以如果你有写用棍我也接受 OK 用棍打他 可以满满的5分 OK 所以看到吗 这个其实在帮助我们拿粉啊 OK 所以他帮助我们拿了5分 OK 你可以写用棍啊 如果谁要写用棍呢 就是这个 这个棍是怎么写 木日笔 OK 谁要写用棍的就写这个啊 你可以写啊 用棍打他也是可以 满满我会给你们5分 这个 OK 不管用什么打他 因为主板那种 因为以前的人没有棍的嘛 OK 不是棍啊 那种他们叫木材 OK 只有现在我们还有所谓的棍 OK 可以啊 OK 第二题 我相信你们应该会回答了 这边有6分 他以前母亲 仗打他的时候 他没哭 为何这一次他哭了 就像刚才我们有问到的 OK 你们可以直接抄啊 因为母亲已经年老 我觉得他母亲很老了 对 如果谁写很老的话 你只能有一分 OK 力衰或者是没有力气 这边也是要有 这个1分啊 所以这个2分是要年老力衰 这两个字才有一分 OK 如果谁只是写老了 没有写 没有力 你没有2分啊 你只有一分啊 因为年老一分 力衰一分 或者是没有力气 没有力也是1分 OK 所以看好了啊 所以这个是重点啊 为什么呢 因为原文那边有写 金母老矣 无力 看到吗 这句无力 这个无力 如果你没有放进去的话 你就没有拿1分 OK 所以这个2分就是年老1分 老了1分 没有力了1分 你可以用这句子啊 因为母亲已经老了 没有力了 可以 这样子也是可以 这样子就2分 OK 打他却不能让他感到痛 这个呢 是不能痛 那边你要翻译 OK 所以这个2分 OK 打他却不能让他感到痛 或者是你说 他不能打到韩国语很痛 都可以类似接近的句子 因为用你们的句子来讲 你们绝对写不到这样子的出来 对不对 所以没关系 用你自己的句子 只要你明白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 然后你回答的句子呢 意思也没有跑很远 我绝对可以给你1分的 OK 所以你讲打他 他却感觉不到痛也可以 OK 所以这个是2分啊 然后接下来还有另外的2分 在哪里呢 因为这一题6分啊 OK 但他还犯错使母亲生气 那这一个占2分 其实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只拿到4分 后面这2分我没有拿到 我在试做的时候 因为我教你们之前 我也要试做的嘛 OK 所以后面这2分我没有拿到 OK 所以但是他还犯错使母亲生气 这一次他是哭了 除了是因为他老了 没有力了 他还有一个就是 他犯错惹母亲生气 OK 所以这一个就是 其中就是这3个原因 应该讲4个原因 OK 他哭了 因为母亲已经老了 没有力了 然后他不能感觉到痛 然后他还犯错惹母亲生气 所以他犯了这么多的一个 不是他犯了这么多的一个错误 他犯了这个错误 尽然 OK 让一个没有力了 已经老了的妈妈 还要去打他 OK 所以他才写了这一篇故事出来 让大家去警惕一下 他要我们学会孝顺 因为他们毕竟已经老了 OK 所以这一个文言文啊 其实他有在帮我们 因为我以前说过 如果像这种简答题 回答要自己写答案的这一些 通常第一题是问关于内容的 第二题他会问你得到什么歧视 第三题100%是翻译 所以通常如果你看不懂 那个文章在讲什么的时候 OK你就要去看问题 白话文嘛 因为问题 所以问题可以帮助得到你 只是这一个我们很好运 因为第一题第二题都是关于内容的 他没有问你得到什么歧视什么之类的 OK 因为但是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说 我们要尽孝啊 趁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要尽孝 或者趁还来得及的时候 OK 所以接下来啊 这个 将上面句子 译为现代汉语 这个是我们考卷里面的 这个顶组啊 加一饼第三组的这个问题 总共会有15分 所以当最后一个的时候呢 翻译的时候 记得我讲的 一粒字一粒字去翻 你不要翻一半不翻一半 你会翻的你就翻 不会翻造草 这样子其实是零分啊 同学们 所以不会翻的你乱翻也好 总之 不要用回他给的字 OK 当然有一些字你是不能翻的 OK 吃点我们会看一些例子 OK 有些字不能翻的你就只能造草 OK 比如说现在我们一起看这个啊 他 我们不可以翻 你我他那个他 因为他跟日 是一起的 所以你要翻的是这两个字 他日 对 刚才在那个文章里面 我们已经有讲了 他日是什么意思 之前 对之前或者是以往 或者是以前 OK 用以前会比较适合 如果之前不是很适合 OK 以往或者是以前可以 OK 所以这个以往翻了 过后吃 刚才我们有讲到的 打 对很好 又打 对打 然后乳 你我他 刚才我有讲的 以前 对 以前打你 未尝 不 未尝 对 你没有过 对不尝 对很好 不尝 记得啊 这个尝是曾经的尝啊 所以不尝 气 哭气 对哭气 今 今天 不要今天 现在 现在 或者是如今 OK 现在你哭气 和也 什么意思 为什么 对 为什么咧 OK 所以我直接翻啦 OK 看到吗 每一个字我都在翻 然后为什么会有红字跟黑字呢 现在我要跟你们讲啊 有红色的字 就是代表你可以拿到分数 黑色的 你翻了 但是是没有分的 所以其实翻译 为什么我叫你一粒字一粒字翻 因为你不知道哪里一粒字 会是有分数的 OK 所以如果照这个看 以往 以前或者是往日 你只要有翻到这个他日 你就会有对一个 障打 就是打的意思 乳 这个也有分 未尝 也有一分 不是一分啦 就是说也有一个 也算是对 气就是哭 现在或者是经 这个如今啊 后面这个哭没有分 就是说几乎每一个都有分 只有这个气没有分 只有我没有圈起来 那个苦气的气没有分 所以要看你的运气 这个他怎么样改分法呢 这边他怎么样给你这个评分标准啊 OK 所以这个要看你们的运气 这个呢 他总共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总共有七个 这边分数才四分 所以他怎么分配这个分数呢 来我们一起看啊 你对一到两个一分 对三到四个两分 你对五到六个三分 你要对完七个 才会有满满的四分 所以这个评分标准 不是每一刻 不是每一次都通用的啊 他有时会有改变 等下我们看接下来另外一篇 这个文言文你们就会知道 这个评分标准到底是怎么变的 所以这个评分标准是等老师 要拿到评分标准老师改考 就那时候我才会知道 OK 所以看你的运气 你对一个一分 你对两个还是一分 那你对三个你就两分了 如果我对五个几分 同学们对五个几分 好像是三分 对 对有些了吗很好 你对五到六个三分 看到吗 所以这个评分标准呢 考试的时候他不会给你 他只是给你一个 这样子四分吧 但是对几个有几分呢 是等到老师也是 刚开始也是不知道的 老师要拿到这个评分标准 过后老师才可以知道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说 一定要一粒字 一粒字翻译 因为你不懂哪里一粒字会有分 OK 所以最安全方法就是 翻译全部字 不会翻的乱翻 总之不要写回它原本的字就对了 老师 老师 如果第三题 那个问题叫我们翻译那种古代文 不是现代文那种怎么写答案 这个就是翻译现代文的 这个就是翻译古文的 不明白你的意思 再问多一次一下 这个就是翻译古文 上面的就是古文吗 现在我给你这个框框里面都是古文 我们要翻译成现代文 翻译成百话文 就是上面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是 只是给你那种答案下面那种 现代文那种意思 然后叫你们翻译古代文那个意思 叫翻译 不明白 他给你现代文的意思 然后叫你翻译古代文 因为我考试有时看到那种 叫我们翻译那种古代文那些 这个就是翻译的啊 就是这一题啊 就是这个翻上面的上面 这个就是从那个文章里面抽出来的一句啊 啊 ok 啊 然后你一粒字一粒字去翻就对了 他日 改日也好 你要想改天也好 什么乱写 反正错不要紧 好过你全部没有翻 你空着 或者你重操这个完全错啊 啊你们不要这样子啊 这个他日你写以前 比如说啦 你写以前 然后剩下的你照操 吃辱味 长期一直操到晚 句号 这个零分啊 就算你有对这个以前啊 还是要零分啊 ok 因为你要不 这些不可以抄回原文的 这些全部乱翻 总之你不会那个字 你乱乱翻就对了 总之不要写回古文 你乱乱写 ok 总之可能你讲老师 我根本就不明白他在讲什么 不要紧啊 你就写 比如说他日你不明白什么意思 他的天 乱写 然后就写他的天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吃前面有了吗 打你知道了的 这个乳你不知道哦 这个乳就是女生啊 比如说你写一个女生下去也好 不要紧 因为后面这些 如果你写其中一个字 比如说你这个气你知道 是哭气 你至少对一个啊 因为你前面的不可以 总之前面的不可以有古文 啊 就是说剩下的 你至少有翻对一个字 至少有一个一分 如果你只是翻一个字 剩下的照抄零分啊 就算那个对 啊 所以千万要小心啊 这个是很难 不过对于你们的程度 其实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只要有翻到我就给你对了 ok没关系 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他的 我们常常犯错的那个地方在哪里 ok 可以啊 这样同学们我可以去下一篇吗 可以可以 33页下面那一个 33页下面那一个等一下我会讲啊 现在我们看电析舞先 看第34页 ok 给我念啊 你们你们在心里面一起跟我念啊 进平宫 问于诗矿曰 五年七十 欲学 孔以慕矣 诗矿曰 何不禀足呼 平宫曰 安有为人臣而细其君呼 诗矿曰 盲城安感细其君 成文之 少而好学 如日初之阳 壮而好学 如日中之光 老而好学 如炳竹之名 炳竹之名 属与魅行呼 平宫曰 善哉 ok 第一个步骤 一粒字一粒字读 不会读的字 跳 ok 然后现在我们一句一句来看 ok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句 还有我们在那之前我们要确认 这里面有两个角色 来第一个角色的名字是什么 石框 对石框是第一个很好 第二个呢 什么平宫 对 那个字我们读 禁 这个字我们读 禁啊 禁啊 J-I-N-T 四声 ok 禁平宫 ok 所以这里面只有这两个角色 ok 禁平宫是谁呢 他是一个国 他是一个皇帝啊 国君 一国之君嘛 一国之君就是皇帝 ok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国皇帝跟一个叫石框的人 ok 有什么在聊 ok 诗框是谁呢 诗框这边有写 他是盲的音乐师 ok 他很出名啊 因为他会很多种乐器 他会作曲 ok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其实是一个盲人 ok 只是他为什么盲 到现在有很多个版本 有人说他是一出生就盲 有人说他是为了让自己更加专心学音乐 而用草拿去烧过后来熏 熏瞎自己的眼睛 ok 这个方面也有 有些人就说他用刺绣的那种针啊 来刺自己的眼睛 ok 以便自己瞎掉 然后他可以专心的去学音乐 ok 所以当然其实这个版本有很多 到底他为什么盲我们不知道 ok 除了他很厉害这个音乐之外呢 其实他还是一名怎么说 算是一个哲学家吧 他其实很多这种道理 他也算是一个老师这样子 他会教育人家 他会跟人家讲他的那种他的道理啊 ok 所以他其实是蛮厉害的一个人啊 ok 尤其是这个静平工呢 其实很器重他 ok 因为他觉得这个诗框呢很厉害 ok 诗框可以成为他的老师 甚至可以到这种地步啊 ok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两个人的故事啊 首先静平工就是这个国皇 那这个王皇帝啊 ok 他就问这个诗框 问诗框 这个曰就是说的意思 记得啊一粒字一粒字找去翻 五 来你我他代词哪里一个 我 对很好 不是我 记得啊 ok来我们重复一下刚才这个起 我们刚才在之前学的是他的 或者是他也可以啊 ok 如果是知也是他 如果是知也是他 刚才这个乳勒 你我他 你 对 很好 这个乳是你 ok很好 我们又学了一个 然后现在我们又学了这个 五就是我的意思 ok 所以很好 现在至少我们认得这几个字啊 这个五年七十什么意思 我 我今年七十岁 很好 我现在已经七十岁了 我今年几七十十岁了 或者是我的年岁已经是七十了 欲学 什么叫欲 想学 对很好 想要学习 ok 想要或者是想都可以啊 ok 想要学习 这个学就是学习 恐嘞 是害怕吗 呃 可能 不用紧 我们我们先猜 ok 这个是害怕 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害怕的意思啊 已 是什么意思 我们通常配什么词 已 已我们通常配什么词 已经 对 很好 mo 是什么意思 在这边 已经晚了 已经迟了 所以害怕已经迟了吗 所以适合用害怕吗 可能 不适合用害怕 我们用恐 刚才那个字哪一个 害怕里面其中一个 恐惧 不是恐惧 怕 恐怕 恐怕已经迟了 然后我有讲呢 这个已 这个字读已啊 YI第三声 认得一下 这个已的意思是了的意思 ok 五年七十 我今年已经七十岁了 欲学想要学习 恐怕已经迟了 ok 这个是静平公 他问 诗矿的啊 ok 他说我现在已经七十岁了咧 我要学习的话 恐怕已经太迟了吧 ok 所以这个诗矿曰 这个诗矿就说 何不禀足 哭 ok 他就问他 何是什么 代诗的其中一个 什么 为什么 和是什么 还是为什么 ok 如果我们写什么 或者是为什么 等下我们选 看到一个诗盒啊 不丙足 丙足是什么意思 不烧蜡烛 不点燃蜡烛 为什么你不点燃蜡烛呢 还是什么不点燃蜡烛呢 所以你们觉得用为什么 还是用什么更适合 呃 蜡烛 没有是用为什么还是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对所以 为什么不点蜡烛呢 为什么诗矿子回答他咧 因为他讲我已经七十岁 ok我想要学 可是已经晚了 已经晚了 晚就是已经很暗了嘛 天气天色已经很暗了 所以他讲为什么你不点蜡烛咧 因为以前你看 你们有听过朝朝暮暮吗 有听过朝暮暮这个字吗 没有听过 有听过对不对 朝朝暮暮 什么是朝朝暮暮 什么是朝朝暮暮 一天到 朝阳 朝阳是几时的阳光 早上还是晚上的阳光 朝阳就是早上 暗的意思 木木咧 木通常我们讲的是傍晚时分 所以从早到晚的意思 ok所以这个木呢 就是晚的意思 ok所以他说 这个木就是傍晚的意思嘛 所以他就讲 我要学 我已经七十岁了 想要学习 已经太迟了 已经太晚了 结果这个实况回答他 哪里会晚 你就点蜡烛 为什么你不点蜡烛 这样子回答他 ok因为晚了 就代表天色暗了 天色暗了自然就要点蜡烛啊 这个是以前的人啊 ok以前的人他们 因为很暗嘛 看不见嘛 ok所以需要点蜡烛 ok结果平公说什么 平公曰平公说什么 安有为人臣 而戏其君乎 来谁可以跟我解释 臣是什么意思 君又是什么意思 一个字一个字猜 为人臣 为人臣 如果有皇上 ok他们在朝廷那边开 比如说开一个早朝 开会 ok然后下面的那些 就是他的什么 他的什么 君君 大臣 对他的大臣 他的臣子 他的手下的意思 ok如果这个是君呢 君是什么 君是指 这边 君是指 对君是指国君指的是皇帝 ok所以敬平公就说安有为人臣 为人臣 作为人家的臣子 而戏 这个戏你们觉得是什么 戏其君 戏是什么意思 刚才我们讲你我他 他 对很好 安有为人的臣子 而戏他的皇帝 所以你们觉得这个戏是什么意思 戏弄 对戏弄 为什么他讲戏弄呢 因为他讲他要学习已经完了 他就问他你为什么不点蜡烛 因为他讲蜡烛 蜡烛 蜡烛不是亮了咯 ok所以他以为他在作弄他 所以他这个戏呢 就是戏弄的意思 就是作弄的意思 ok 安有为人臣子 而戏弄他的皇帝呢 他的军 他的这个国君呢 ok所以这个安 可以猜得出来是什么意思吗 安有人 安有这个为人臣子 而戏弄他的国君 所以选啊 安都 ok 安有为人臣子的 而戏弄他的国君 安有为人臣子的 所以我再重复啊 你们读 你们看来 你们看来 怎么安是怎么有为人臣子的 而戏弄他的国君呢 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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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其实是雀的意思 ok 这个呃 是雀的意思 ok 所以我们整句就已经解释出来了 ok 怎么有成为人家臣子的人 却戏弄他的国君呢 却戏弄他的国君呢 ok 这整句解开了啊 可以啊 赶紧慢慢来 我们慢慢猜 ok 接下来 诗矿就回答他说什么 盲臣安敢戏弃君 刚才安是什么意思 忘记哦 什么 对 怎么 盲臣子的是谁 呃 虾的 大臣 对啊 大臣是谁来的 施矿 对啊 施矿啊 所以臣 在这一边的意思是指 我 就很像你们看那种皇帝的戏 臣有事禀告 对不对 臣啊 什么 贱民有事禀告 这些都是属于我的意思 因为他们跟皇帝说不能讲我 皇上 我有事要禀告 不可以 他们那个我不能用的 他们需要用臣 ok 臣因为你是他的大臣 你是他的臣子嘛 你要用臣 如果我们只是普通的百姓 我们不是官 我们就讲草民 ok 草民 或者是民女 如果是女生的话我们会讲民女 如果是里面的那一种 啊 女生的那种工女呢 他们会称为什么 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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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婢对不对 啊 奴婢比如说 我们就是通常是女生在工女里面 这样子称呼的 ok 所以每一个其实都是我的意思 ok 所以在这边盲臣 那个臣子的就是我 ok 只是他加了一个盲字 原本他应该讲臣 安感细菌呼 可是他加了一个盲 盲代表是指他 因为他是盲眼的这个音乐师啊 ok 所以盲臣子的就是他自己 施矿自己 这个施矿自己 ok 所以这个盲臣子的就是整个指的就是我的意思 我施矿的意思 ok 我就是施矿啊 ok 我怎么敢 我怎么敢 戏弄 其军对 是戏弄他的国君 这个他的就指他自己啊 也是指他自己啊 ok 我一个普通的这个这个这个臣子 怎么敢去弄他的这个这个国君呢 ok 所以这个是他讲的这句话啊 ok 然后这边他又在讲臣文之 ok来谁可以告诉我 那个他的王听到 错 这句话是实况在讲话的 实况在讲 所以这个臣子的是谁 刚刚讲的 我们这个臣子的是谁 大臣 对啊 那个大臣是谁 对他自己 这个就是我的意思 这个臣就是我的意思 就是实况讲自己 臣文之 我有听过少儿好学 还是我有嗅过少儿好学 这个文是嗅 用鼻子去嗅的呢 还是听的 你觉得是哪里一个 听 对很好 这个是听文的听 ok 所以这边是这个文指的是听啊 我曾经听过 ok 我听过 ok 我听过他 这个臣子是他的意思 这个他是什么呢 就是接下来这一句话 ok 接下来这一句话 这个他就是指 这个接下来这一句话 我听过他 或者是我听过这一句话的意思 ok 所以他听过什么呢 ok 来这一句我们直接看啊 少儿好学 如日出之阳 来谁可以解释 少儿好学 如日出之阳 然后又 壮而好学 如日中之光 老而好学 如丙竹之名 有少 有壮 有老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好学 他是一个很好学的人 什么是好学 很喜欢学 很好 ok 好学是很喜欢学习 少儿呢 是什么意思 指你们的年纪 中年 年轻 对 年轻 年轻的时候 喜欢学习 如日出之阳 他当他比喻成 日出之阳 什么叫日出之阳 几时的太阳 日出的时候 就是早上的时候 就好像早上的太阳 ok 壮而好学 什么是壮 如果少是年轻 老是年老 这样壮在中间叫什么 这个是年轻的时候 这个是已经年老的时候 这样中间那一个叫什么 壮 就像你们的爸爸妈妈 这个时候就是壮 所以壮是什么意思 壮年 对 壮年的时候 中年的时候 ok 如果中年的时候 喜欢学习 如日中之光 什么意思 太阳中间的光 对 太阳中间 太阳在中间 是什么时候 中午 对 中午的时候 ok 然后老儿 浩玄呢 老了 年老的时候 年老的时候 年老的人喜欢学习 如饼竹之名 改饼竹是什么 燃烧 蜡烛 ok 饼是燃烧的意思 竹是蜡烛 就好像燃烧蜡烛的光亮 所以这边讲的是什么呢 年轻的时候 喜欢学习 就很像刚刚升起的太阳 朝气蓬勃 对不对 刚刚出现的太阳 刚开始 可能在天还没有亮之前 隐约 隐约那个太阳 阳光要出来的时候 四周围的雾气 全部会上升 对不对 你会看到早上 很像一片萌萌 这样子的 那个时候 就是雾气上升的时候 等到太阳完全 照出来的时候 雾气全部消失了 ok 感觉所有的动物啊 人啊 全部都已经苏醒了 ok 所以如日初之阳 就很像很朝气蓬勃的样子 ok 壮而好学 如日中之光 中午的阳光 ok 是最热烈的 最烈的 最热的 ok 而且最重要就是 你还有 就是说从中午12点到傍晚6-7点的这个阳光 你还有至少6-7个小时可以学习 可以就是说就很像中午的阳光这么强烈 而且还有6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学习 如果你是像年轻的时候学习 早上一开始你就学习 早上7点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学习 你一整天有多少个小时可以学习 早上7点 如果学到晚上7点 你可以学到一天有12个小时可以学习 ok 你到中年的时候学习 你还有6个小时可以学习 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学习的 可是 到了老的时候呢 你需要做什么才可以学习 你需要去燃烧蜡烛 点燃蜡烛 你才可以学习 因为已经晚上了啊 已经晚了 已经太迟了 ok 所以当然 ok 他接下来讲的这句啊 丙烛之名 燃烧蜡烛所带出来的光亮啊 蜡烛的光啊 属与魅行呼 这一句我们完全看不懂 可是不用担心 下面有 ok 燃烧蜡烛的光 还有这个磨黑走路 磨黑走路呢 就是魅行 就是磨黑走路 ok 魅行就是磨黑走路 所以他在问 燃烧蜡烛的光亮 跟磨黑蜡烛走 哪里一个更好呢 ok 这个讲的是什么呢 我再重复啊 年轻的时候学习 就好像 刚刚出生的 刚刚生出来的太阳 朝气蓬勃 而且 早晨的太阳 就是刚刚好一天的开始 你还有一种天的时间 可以去学习 可是到了中午呢 中午的阳光 虽然很热烈 这个是中年的时候 是学习最多的时候 因为你要学习 怎么照顾你的孩子 你要学习 怎么样去工作 在怎么说 打点工作上的一切 然后有一些妈咪 ok在外面工作了 回家还要处理家务 ok 所以中年的时候 学习就很像中午的太阳 太热了 很辛苦 ok 而且剩下学习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因为半天已经过去了 如果是中午的话 代表半天已经过去了 你只剩下半天 还可以学习 所以时间上 它其实也慢慢在变少 刚你老了 要学习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晚上已经没有阳光 以前的人 他们只能 为什么会有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灯火 他们只能天一暗 就是睡觉 然后天一亮 他们看得见的时候 他们才起来干活 ok 所以如果老了 根本看不见了 就只能点燃蜡烛来学习 只是蜡烛的光 同学们 你们如果有试过家里 没有点你点燃蜡烛的话 你觉得你看书看得见吗 你们看得到那个字吗 以后你们试一下 完全整个叫暗暗 对 其实是你只是 萌萌萌 看到一些影子 就让人都看不清楚 你不要想去看书 一粒字一粒字去读 ok 所以他是说 其实就是因为老了 就很像 点燃蜡烛的那个光亮 其实不够亮 可是他讲 如果这个蜡烛的光亮 跟黑暗比起来 拿着蜡烛走路 跟完全没有蜡烛 摸黑走路 哪里一个比较强 同学们 你们觉得呢 有蜡烛还是没有蜡烛好 有蜡烛 对啊 有蜡烛至少你不会碰到啊 你至少可以看得清楚 前面一点点的路啊 如果你摸黑一下 你是在晚上 你关到完那个灯 然后你在房间 你要摸黑走路都很难 ok 所以他这句话是很有 不是警惕 就是劝学的作用 就是劝他说 不管你老了 还是年轻 还是中年的时候 你都要学习 就算老了 只有一根蜡烛的量 你才可以看 你要读那个书 因为老人家 又有老花眼啊 ok 然后眼睛又比较 比如说生一些眼角膜之类的 已经完全看不清楚了 可是 你至少还能看 有蜡烛 你至少还能看 如果完全黑到完的话 你看啥 你什么都看不了 ok 所以他就是说 至少比摸黑走路还要强 就算 摇来摇去那个蜡烛 好像随时会被吹灭的蜡烛 居然老人家随时都会死的 ok 不要讲那张 现在其实 不管年轻还是老 都很容易很快死的 ok 只是在这边 他的故事是讲什么 他叫我们带出来那个信息 就是 虽然蜡烛的光量很微弱 随时都会熄灭 但是有蜡烛 好过没有蜡烛 也就是说 有学习 好过没有学习 不要忘记 我很常跟你们讲的 我们一出生开始 就在学习 你不要过来你baby的时候没有学习啊 你们baby的时候你都会知道 你哭的时候 你妈咪就会过来抱你 你肚子饿你就会哭 因为你知道妈咪会过来被你喝奶 到了你小学的时候 你学会怎么穿鞋 怎么自己洗鞋 你怎么自己去做功课 到了中学 你学会怎么交朋友 考试 认真读书 到了大学过后 你可能学习了 要怎么谈恋爱 怎么跟朋友一起合作 做一个 比如说做一个任务之类的 ok 到了你出来社会工作了 你要学习怎么去应对你的工作 应对你的上司 然后跟女朋友男朋友结婚啊 ok 然后生孩子 你们要教孩子要怎么做啊 你们也要学习啊 每个人都是不会当爸爸妈妈的 每个人都是要学习的 你们爸爸妈妈也不例外 当他们把你们生下来的时候 他们也在学习怎么做爸爸妈妈 所以每个人一辈子都在学习 你看到吗 到你老了 老了过后 你又会再学会怎么走路 怎么吃饭 其实老了就很像一个baby 这样子 只是分别就是 小baby超可爱的 一两个月的baby哦 那个嘴巴 出出来的气哦 他放的屁 他的大便 他的小便都是香的 可是老baby 老人家 他们也是穿pampus啊 可是为什么 ok 他们就会感觉 他们就会感觉 他的大便很臭 他整个人皮肤皱皱的 一点都不好看 一点都不可爱 一点都不可爱 ok 所以这个很正常 但是他们 到了我们老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 怎么走路 怎么吃饭 因为我们手已经开始退化 我们身体上很多个器官 已经开始慢慢退化 因为我们要学会怎么吃饭 到了我们死的前一刻 我们都还要学会怎么呼吸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不能自主呼吸 他们还需要依靠这个呼吸器 来帮我们呼吸 所以我们人一定要学习 真的 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在学习 你看到老师 我睡觉就没有学习了 你不要忘记 你要睡觉的时候 你要学习怎么样 你才不会从床上滚下来 ok 我有试过从床上跌下来 你们没有试过吗 没有啊 你们睡相都这么好 有啊 有就知道 所以我们睡觉也是在学习 所以你知道就好 对不对 你看嘛 你看嘛 我们其实都在学习 你知道吗 我们睡觉都在学习 就你知道你去大便 你大便也在学习 你大便怎么样 可以把那个大便 全部完整的排出来 你在学习 你在练你的那个肛门 那个力量啊 看到吗 我们其实每一分每一刻都在学习 连猴子都知道要怎么开冰箱 拿那个饮料 然后知道怎么开那个包装盒 上次我在学校看到我们学校的猴子 他竟然去开那个包装盒 我觉得他很厉害耶 我们人类都要问了 这个包装盒 这个是要怎么用的 当然他不会用水草啦 但是你水草已经擦下去了 过后 他自己知道会要洗 看到吗 猴子都学习了 狗也会知道 当他在飞的时候 他有主人在的时候 就飞到很起劲 因为他要让主人知道 他有在工作啊 所以看到吗 连动物都在学习 我们身为人 怎么样可以不学习呢 玩game 你们其实也在学习啊 你们其实玩game都在学习 你知道吗 学习怎么要打败敌人 很好 其实玩game是好的 但是不是一天玩到晚 你们就很难 你们两个老师 我没有学习 我在看戏 看戏也是学习的一种啊 练你们的听力啊 练你们看字 看那个 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字幕 学习那些语文 其实都在学习 你知道吗 其实生活上 每一课我们都在学习 但现在我们在上网 你看我们也在学习 OK 所以其实 这个其实 这个这个诗矿呢 他其实不是要 他不是要去 去羞辱这个 近平宫 他也不是在戏弄 这个近平宫 而是他告诉近平宫 虽然你70岁了 你还是需要学习的 OK 因为就是真的 世界上每一样东西 都在学习 生物都在学习 老师 4.03分了 对不起 时间过了啊 哎呦 怎么这样死啊 对不起 对不起 OK 接下来 最后一句 平宫约 善灾 OK 所以平宫回答他什么 OK 这个善灾 是什么 善是什么意思 好还是不好 呃 不好 善是不好啊 善良不好 善 所以善是 善是 好啊 对他讲 你说得好啊 OK 所以 别急 接下来 我们看到 看到最后这个 哎呦 原本我还有东西 要给你们做 算了啦 来不及了 扯太远了 OK 没关系 来我们一起看这个 解释着等一下 我会放弃群组啊 你们已经知道了 这些 OK 不讲了 OK 来这个 这个你们应该会 施矿对近平宫劝学时 用了哪三个比喻 来 刚才那个 少儿 老师 嗯 呃 我的那个鼠 它破掉了 我去黏 可是还是会拖 哎 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再黏 你还不破为止 没关系 OK 这个先 这个先 回答这个先 时间到了 时间已经到了 时间已经超过了 哪三个比喻 来 少儿号学 如 年轻的时候学习 就好像 日出的太阳 对 就好像日出的太阳 就好像出生太阳的阳光 OK 如果你们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们写年轻时 喜欢学习 就好像刚刚 什么升起来的太阳 都可以啊 OK 或者是早上的阳光 也可以 来不及操 不要紧 我们讨论先 等下我放在群组 你们操 OK 壮年时 喜欢学习 或者是写中年 我也接受啊 或者是你们 你们可以说是在青年的时候 OK 喜欢学习 好像正午的阳光 好像中午的阳光 也可以 OK 老师也可以接受 OK 总之 你要有写到这三个 然后到老年时候 喜欢学习 就好像点燃蜡烛的光亮 OK 这个也两分 所以六分就是两分 两分 两分 OK 实况用的比喻 说明了什么道理 来 年轻中年跟老年都要学习 所以 有一句的 活 活到老 学到老 很棒 一个人要有活到老 学到老的精神 OK 所以这个满满的五分 OK 或者是你们说 OK 不管年轻还是老年 都需要学习 这样子也可以满满的五分 OK 不一定要这个活到老 学到老 但是如果你会用更好 OK 就用罗里巴说的一大堆你要去解释 直接这一句我们就可以明白了 OK 最后一个 然后我们讲的 安是怎么 有 没有的翻 有就是有 为人臣 身为人家的臣子 或者是身为别人的臣子 君臣 都可以接受啊 而就是雀的意思 西农 他的 国君 呢 OK 所以我们来看啊 哪里个有分 红子的有分 OK 红子的你们自己看啊 OK 这个我全部红色的 所以他有翻到的就是这个 雀 哦 所以前面那些他翻 你翻到没有分啊 啊 剩下的我圈起来的每一个都有分 OK 有 为 人 臣 这个完全没有分 所以看到吗 为了你们安全 一粒字 一粒字去翻 OK 所以这个他给分是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来看 就像刚才我讲的 他每一次给分 平分标准的不同 OK 这个呢 他对 哦 这个很好耶 他对一个到两个就已经直接两分了 所以你对一个就有两分了 同学们 哇 这个真的很帮助你们耶 对三到四个三分 然后你对五到六个四分 所以这边总共有六个 一二三四五六 你有翻到这些字 对了一个都有两分了 两个还是两分 OK 三到四个你有三分 看到吗 这个是帮助你们拿分的 很好耶 这个 OK 可以啊 同学们 所以我们已经大致上学完 这个五个练习了 其实还有延伸练习 就是赶你们在33页 跟35页的那个延伸练习 不过这个我们留下一次啦 所以下一个星期 我会讲这个 还有我想问 我们要讨论作文 作文还是我们要讨论现代文 下一个星期 现代文 现代文啊 我们先看现代文 那么的话 我们看现代文的就是 ABCD的 我不看的啦 我们看现代文是看那个要写 长长答案的那个 OK 可以啊 下一次我会看第16页 17页的 OK 还有延伸练习 可以啊 你们可以先准备啊 所以今天的 应该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同学们 对不对同学们 OK